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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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謝謝大家來在現場 然後我將進言語將進作文 因為我看需要同聲翻譯再翻成中文 大家也比較累 然後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過去的十幾年主要是給運營商打工 剛才那些覆蓋的國家 包括俄羅斯 土耳其 印度 澳大利亞 新加坡 印尼 美國 運營商 還有墨西哥 大概二十幾個國家的運營商 我是做CPSP的政治業務平台 Ware-wide Service 主要是給運營商做 那麼現在這裡面有一個就是 那個content很重要 就是現在就是game 那以前的時候還沒有in-store 那給運營商做的話 主要是做一些知識題題目打通啊 CP做一些註冊啊 然後通過一些大出現的就是BI的市場 一些好的就是優勢的客戶做一些短信啊 可以說 那麼這個平台呢叫在運營商叫Value-wide Service 那你可以看作是今天的 People的App Store 我是做這一塊的 那現在呢在Iran是 負責Iran Platform的Software 是一個公用語言 然後我會講一下這個 那剛才很多是從一些micro marketing啊 宏觀的那個市場啊 哪個國家的那個阿股斯高 消費行為不一樣啊 怎麼做遊戲啊 是不是需要本地的話 這個角度來切入 那我這邊呢 可能從另外一個領域 那部署遊戲的話呢 實際上選在哪個區域 那程序實際上在搞外部署 因為都是在中國嘛 那最重要的一個需求 就是第一個情況是網路 然後包括那個視野 包括你的那個Gain的那個 Pathom是不是 呃分布式的部署 都是有 呃 都是滿重要的 這個呢 我拿了一個 之前的一個真實的案例 一個企業 就是說在Iran Cloud上面 還有問這問啊 那麼它的問題 要遠遠超過遊戲行業 因為遊戲行業 是最早出海的一批企業 啊 然後比較接受新鮮的事物 那企業呢 有一些額外的一些需求 比如像SLA啦 一些安全的因素啦 啊 啊 他們提了一些這樣的問題 那 那會整的話呢 就是實際上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呃 什麼是最便宜的 啊 當然是自己把這些 呃運到美國去 可能是最便宜的 但是這些壞了怎麼辦呢 然後呢 你財務是三件折舊的 啊 啊 這是叫扣勒匯局 扣管機房 這是最便宜的 但是要打個問號 因為它很多的考慮 因素沒有喊 包括進去 那現在呢 呃 答案是什麼 現在主要是負責在Cloud上面 因為Cloud上面有一個是 無論是在哪個國家 是有一個統一的 一個運微平臺 那能夠看到機器 如果遊戲 呃 晚上用戶上來的話 它可以通過彈性 快速來負責 啊 啊 這個是比較好 你需要出差了 像我以前去墨西哥 呃 就是做一些負責的話 我還要從當地的三角數據中心 做一些負責去 去分析一下 然後你加好 然後還要比一下 還累 啊 兩三個月 那在公務員運的話 找幾次 找幾家廠商上 網上看一下 然後數拍點一下 想得可能 一兩週就搞定 啊 而且如果覺得不好的話 我就會退掉 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啊 所以現在運 呃 是 是一個虛勢 那就是剛才說的 啊 就是說 比如说,结合了企业,出海的企业,然后出海的游戏,我觉得这是两个大类的因素。 出海的企业实际上有些,像我们海外华人的直播,甚至海外也要去做CNN的, 然后还有中国游戏企业,特别是机制造工业,制造工业,现在都收购了一些国外的公司。 他们说,网络的机房怎么回联,数据怎么传扰回来,可能是AP的应用。 这和你的Gain Server统一的健全认证,就是那个Octv小说来选择,然后做Billing,做GV,实际上差不多。 但是它的数据量要求可能会更加高一点。 那么我今天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简单的扫一下我的产品,然后给大家提炼,留下一些重要的信息。 这也是一个客户,当时在巴西有个厂,然后就在巴西整个来部署。 它是在国内的Over Internet,从公网去访问,那这就是那个实验。 我们在巴西整个网络是有个机房,但它的工厂不在什么地方。 那这就是当时的测试。 因为所有的数据中心,你都是可以做实验的一些测试。 所以Network和Litency是最重要的,当你做海外居住的。 那么因为我们是一个全球的Global Networking, 目前也是全球布局节点机房数量是第一位的一家公司。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450或者320,就是从公网访问44050,通过我的内网,实际上还是走Internet。 只是说当中的传输,一旦接到香港,是到我的内网了。 那么到巴西出去之前,是我的内网,再到巴西的机,它的那个厂区,320号段。 这原因是我们是在互联网的IPS的那个无关数目有限度上面。 所以就会比较好一点。 OK,this is very important, 因为有很多客户,从我身边的外国, 还会比较好一点。 英雅斯特也会比较好一点。 他比较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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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一份故事的系统 那为什么呢 之前不是一个问题 现在是一个问题呢 早期的游戏部署是一个 就是游戏区那种 单点的部署 单节点的 那现在呢 他们会走向运维2.0 因为机器数多了 然后呢 要做一个志愿池 然后要 要那个跨国家的那种 Cross 3 Cross Country的这种访问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们实际上 回到了企业 因为相同的问题 那这要求它的 有些软件的架构 可能是需要改变 那我们上面还有一些 就是 企业的应用 比如像SAP的应用 那最近的趋势是 我发现有些企业的SAP 它是做过自己的一些定制 是分布式的 它的数据是分布式的 它的应用是分布式的 所以它的实验可以 会慢一点 好 这是中国的那个 从左边 从中国到一个 德国 一个游戏公司的 一个链接 那 当中 可以通过一些专心 做一些加速 如果像神典间 可以有 All Internet 但是你上线规模大 因为有很多去走不同的地方 来玩游戏的话 它们会抱怨 网络实验是不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能在一些 拼命的地方 做一个加速 那么一旦跳到 今晚比如到我 乡 的地方 的话 你就不需要买专线 因为我请帮你建访 所以我 这是我们 全球的数 数据中心 在 在官网会有 那 我一个 区别是说 我 的 机器 我送流量 就流量的 送的流量的效果 就是说 假设100美金的机器 如果你的流量高的话 相当于65美金 大概6折 就是1 第二个 所有在韩网 所有的数据中心之间的流量 是免费的 我免费送给你 如果有手机直播 或者CDN 这种应用的公司 在我的机房来部署 我送你 大概是40TB的一个 免费流量 我们可以到时候再会唱 下面再说 那 像一些渲染流场 就是Rendling Farming 那些公司它的流量 要远远超过 超过 就是 那个 它的机器的 Cost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是相当于是 就是一个 一个公司 我名字不方便说了 它甚至在伊拉克 伊朗 都是要有一些渡辅的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一个 就是说Public Cloud 就是说 在当地有渡辅 那么 大家知道现在 网络的技术 也有所突破 比如像最近比较热的 SD-WAN 就是成语网的一个 软件决定方案 那么通过 在最后一公里 我们可以在当地 有一个软件的 网坏软件 是3.5层的IP协议 部署在当地 然后通过 专线或者 Internet 连到我们的技术 这样的话 对 这样的话 就是说解决了一些 网络情况 覆盖不好的一些 网络情况 一些使用产品 这是我的Data Center 当中最重要是 有根线 就是说如果 你的流量大 或者要求 做SL 更肯定的话 有一个 专线的 可以解决的 然后这是 triacle 的解决方式 如果 网络比较慢 那么就是找运营商 去买 NPS的专线 那这个就是 New Technology SD-WAN You can find a lot of companies like Iyaka like a local provider 在北京我们有多家 那个合作厂商 然后现在有很多 那个start company 它们是用 SD-WAN的软件 那它的秘诀就是在于 在联通电信 software 这个地方的 机房里面 部署它的网关 然后互相拼来拼去 它有一个 realtime的 一个加速效果 而且呢 一旦 某个点对点的 网络会坏掉的话 对它不影响 因为它会 制度监控掉 然后走一个 第二进的一个路 那就是比较精致的 那结论是什么呢 它是 用三分之一的价格 获得了接近于 NPS 专心的一个效果 但是 而且它的 实际上它的底层 走的是 NPS的专心 SD-WAN 然后在中国 我觉得还是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们出海 就是说 实际上是 中国收集 还是有点慢的 这个 我现在我在会场上 我从美国到香港 Upload一个 Avatar Video Game 然后Upload的速度是 55兆 是上传 不是下载 下载的话就非常快 上传的话 实际上 但是在中国 你上传一个 Video文件 或者给你 那个文件到美国的话 就会变得非常难 这我就不说了 所以 一句话 就是 我们是以 automated data center 别人 beyond the cloud data center why 我们是用 cloud stack 这个技术来做的 物理机和数据 是同一种对象 那 我再讲一下 物理机 对在座各位 是有特殊的意义的 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像外面的广告 就是DSP平台 广告东西用DSP平台 实际上 你们有些很多 售集是通过 它那边来售集 那么它 需要在物理机上面 才能完成它的处理 在虚极上面 那个Bwork 就是一 第二个同样的处理人 一 我们有很多 那个公司 前面排名 total1和2的 都是我们的客户 他发现在我们的平台 有一个真实的数据 只需要在我们的平台 买130台 130台 物理机 在吉他友商那边 要买300台 实际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成本是最低的 因为我的数量 买得少 然后再看一下 今天也是难闲 你们就会看看我的 那个Portal 就是长得怎么样 就是官网的一些 宣传 所有的数据中心都可以 访问 当你在 比如刚才问 是不是到泰国 要做一个 Localization 那我做过Sintel的项目 只有 两个情况 Sintel是支持 那个马来西亚 泰国 还有 新加坡 还有一个印尼 为什么在印尼 是差异的 我们当时的时候 发现 即使苹果也搞不定 Academy也搞不定 因为印尼的那个 National Link很快 但是靠到Internet 是很慢 所以是 因为的提升客户 就是用户体验的效果 在印尼要单独属 一个 一个 就是 节点 那在官网 Sintel的官网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是 一个Language 或者Country Swap 它通过手机的用户识别 会自动的 用户识别 会自动的切换到 就是 你当地的那个 国家 就是 除非你 漫游的用户 比如英尼人出差到 那个 新加坡 它是通过手机来识别 就是 也是很关键 这是我的那个 数据中心 和所有的那个 运营商 它的对接 当中有一个大差异 就是实质的一个 网络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我是雲里面 唯一的一个 港 承诺 在合同里面 写好 我是版本版的SLA网络 就不会出现 那个 由于某种原因 比如像昨天 有二十多个数据中心 会当掉 我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我实际的实验 你不需要去出差到什么 巴士去看那个 究竟的那个 好不好 那我所有的数据中心 之间的那个 ping的实验 都是显示出来的 你不需要把它 因为这个其实是 装在那个数据中心上面 然后适时的 互相ping 然后有一个 dashboard 给到你 可以看到 那这个也很重要 如果你也需要大文件传输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跨 跨国的话呢 比如中国到美国 香港到新加坡 用我们的Ascara 软件 可以加速 大概提升 17倍到上百倍 因为它的原理很简单 把公网 Over Internet 把那个网络的那个 带宽给全部抢占掉 那传统呢 就是没办法 就是说 因为比较老的技术 做不了这个 那这是我的Portal 大家可以看一下 撒滑型的一个设计 是并向IT developer 这边的那个 device list 就是你的设备 你的传储 Files 传储 Object Store 有一个放MG 放一些别人的一些 就是进化文件 就是网络 如果你要做 那个多国的组网 内网要拉通的话 那么在这一块 那个Network IP7Net 然后那个MediaTank 你可以打通 而且我们下一段的话 马上是SDN的 啊 SDN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Data Center Our Next Generation Data Center 然后在中国将来 部署的话 也是SDN的Data Center 这是Security 这是服务 好 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除了事情 那个有些人在 晚上加班 就是你们的运营团队 那即使在美国怎么办 那就是开工单 或者Live Chat 就是说可以 而且加上实时的Monitoring 可以看到那个机器 而且在公用里面 特别简单 数据做好汇份 做好那个机群 然后把那个机器重置 或者机器关掉 重新开一开 把数据导入了 而且是可以写这种脚本 这样的话会非常快 不影响你的业务 这是场景一 场景啊 就是说当你的游戏突然爆发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Auto Scaling 就是用自动化的脚本 就是限制的那个程序 模板图定给你做好 你只要把你的那个 用户名ID 身份的投稿ID 把它那个替换掉就可以了 这是Billing Invoice 就是每一台机器的详细的 机费清单都会有 Billing Invoice 这是我的机器的一些配置 非常透明 为什么呢? 每台机器 什么那个硬盘的型号序列 什么 每个都是通过所有的一台 全部暴露给客户 就是说你到底买什么东西 是看得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那顺便说一下 那有些公司是用白板机做 做服务器 我是用Super Macro 就是我加上自己的电影 我Fiscal的那种技术 和供应商选择 差不多的 就是一 而且都是用Intel的机器 比如我的那个最低档的机器 我会用AMD的那个CPU 有些卖的便宜 可能会做不同的选择 好 一分钟播一下 我的那个 一些游戏客户 这都是在Sofia 上面的一些游戏客户 当然 他们可能是 呃 除了在Sofia 在其他地方 会有部署 在中国实际上最早出海的 早于腾讯的是 有两种公司 像智名新空啊 昆仑啊 中手朵啊 在我们这上面 都有那个 上千台的物理机 为什么要物理机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它可以自己做一些虚拟化 自己去搭一个支援池 成本反而会不低 第二个 规避了运用的风险 因为有的时候 有一些漏洞 漏洞发现的时候 会整个数据中心 无论是我们 无论是其他 都要一个个的重新 你想想一下 当你做一个游戏 刚刚发行的时候 你请了李宇晨做代言 花了几百万人民币 然后自己说 合了两天 要停两三个小时 你是会疼的 你会说 我能不能倒付你钱 你保证我三周之内 不要停机 这就是我的有一个游戏 因为他刚刚有大网 在那个 就是 那个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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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在 那么 就是在随机 因为是一个 share wanted tenancy share environment 别人可能会 导致你的会慢 或者说有这个问题 所以 数据中心必须 全部重新 但是物理机 这个是你的机器 没有游戏 所以有些人喜欢 用物理机的游戏 也是有 还有呢 有些游戏 是用PCIe SSD 就是 比如像一些有名的直播 在视频里的网站 它是需要这种机器的 能够在我这里 可以放在我们这边 对 就是 智能系统 Elex 我们还在网站网站的特别 就是 快乐 也是我们的网站网站的特别 这是新加坡的名字 Arena 以前 巨欧美品的那个创始人 陈欧的 之前创业 就是这家公司 在新加坡是一个 多国育民的一个流行 就是 AVAD 其实还有一个 就 MITONE MITONE 都是我们的客户 ABADO的DST 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发现 130台的物理机 要比300台的续织要好 这是 苏州蜗牛 号称15年 流行出入中国第三 第一名当然是 培训运网易 然后他是原创委 下游士 在我们16个国家 游手部署 这是他的一些 部署的一些情况 就是 互相对外国大通的 MOTCOS 国家 他们在五次里 在我们的城市 例如 韩国 亚洲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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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外面的企業巨人都是我們的客戶 包括做3D的都是我們的客戶 我還在會場 我的微信就是我的手機 大家可以掃一下把你的需求發給我 可以給你一些適用 在紀念志祭的一個活動 我想給大家互相認識一些 好 謝謝 variable 比一下 以後 用來 準備 用來 準備